雷尔聊世纪 天天都不行 大家好 我是雷尔 今天来看 朝鲜人对上中国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 不知一说 先来介绍一下 蓝方选者的文明 是朝鲜人 朝鲜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挖石头速度很快 而且箭塔会随时代 自动升级 那朝鲜人的工兵台甲 也是免费给的 所以他的成型工兵速度 是非常快的 而且陆地军事单位呢 又有这个木材的消耗减免 当然投石车除外 那他的投石车呢 也是四季立国里面 投石车射程最远的文明 所以后期的陨石树大居 这个海马斯飞弹 也是这个朝鲜人 非常非常远 很可怕 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中国人 中国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开局时 会度了三只村民 那大部分的玩家 都是领先大概一点半村左右 很少会有领先两村 这种经济配置 最好的玩法 应该是可以领先到两村 好 那我们继续讲 那中国人呢 他的科技路线 是蛮特别的 三攻三防都有 全部都有 但是 他的 骑兵路线 是没有大落马 只有这个重装骆驼 跟这个重装骑士 没有游起来 也没有火枪 也没有火炮 所以后期的路线 他的火力会稍微弱了一点 而且也只有中型投石机 但是他的奴炮有伤害加成 所以中国人 走路的路线 还是比较适合打 这个弓兵路线 配骑兵 那步兵的状况 也是要看情况去转骑兵出来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封建是带怎么打的 这场比赛是朝鲜对中国 这个对决是黑罗卡 黑罗卡是选到了朝鲜 朝鲜来说的话 对于职业学生们来说 通常都是会打塔弓的 当然有奇怪的打法 例如什么宝鸭 然后打个什么马战车之类的 但是这个打法会稍微roll了一点 因为这个节奏来说会稍微慢很多 通常都是打塔弓 然后转城堡时代 然后压堡转马战车 打法应该是比较会有出现的状况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想出现的感觉 所以朝鲜人来说对于一般文家来看的话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明 经济配置跟起来完全不同 可能会比较相似像CC人 或者是打一些会打塔弓的文明 会比较常看到一点点 好 这边看到这边是四个人放果子 然后三个人伐木 然后四个人吃鹿肉 八个人吃中间肉 这边经济配置十九孙 然后没有挖石头 没有挖石头的话 Hera应该就不是要来打塔弓了 中国这边就可以考虑打棒棒了 大概是中国这里也没有打算要打棒棒 好 这粒木头补到了七个人 这边稍微打动一下 两边都想要赌自己生死代比较快 中国这边是二十村 射击还比朝鲜圈还快 这边补下了一级农一级木 朝鲜人也是补下了一级木头 字幕技术也补下了 后面补下了一个采矿地 好烦烧回去 这里补下了一个射箭铲 直接走工兵路线 连肉马都不出 那这边就可以直接点下一级农田了吧 待会要少农田的时候直接补一级农 那为什么现在不补呢 是因为现在补农田的话会太耗木头 点这个一级农 那朝鲜人的话打单射箭场出小工的话 威力会稍微有点不足 除非是想要一个小打小闹 就可能只出个几次工兵 然后他会转毛兵 单射箭场 那如果真的是想要存出工兵的话 就是双射箭场 然后对方毛兵出到数量大概有十只左右的时候 再去转马就 大概是这个流程 然后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一定要一直去撒农田 OK点下一级农田了 OK 好 那高手的朝鲜配置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不打塔弓的话 比较特别一点点 也比较特别 就是一般的打工兵文明 如果以正常的打塔弓的情况来说的话 配置会稍微不同 好 这里用工兵直接射掉这三只路 让这边中国没有办法吃野味 但应该这个时间点也不会想吃野味了 都点下一农一幕了 应该就是撒农田撒刀宝 而且还有10%的肉类加成 这个农田的 可以多10%的这个延长时间 好 那这边中国是开农路线 那朝鲜这里是走工兵路线 那工兵路线呢 看到对方毛兵出那么多 就没有继续按工兵了 那这边应该也是想要赶快速升城堡 Style 对手应该觉得很奇怪 诶 我遇到朝鲜 Hera居然没有走塔弓吗 夏丽先补夏丽跟剑塔 想找一下这个祖金 好 Hera这边继续补工兵了 就吃工兵 好 这边想要保存数量 哇 这个肉马血量只剩一滴血了 好 这里要补第二个射箭长了 还是要直接转往3TC开农 OK 双方已经升到了城堡四代 这里看到朝鲜人是点下了 奴兵还有这个二级木 直接转头十车 那这样的话 克制对方毛兵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也不用转肉吧 那这边中国是转出了骑士 配毛兵的策略 好 头十车一出来直接被逼退去 看一下这边的细节操作 三个一发 欧拉 好 这里直接轨转3TC 朝鲜3TC打中国 直接打一个正面对决 简单的看到Hera玩朝鲜 没有去搞事 好 这边朝鲜如果不搞事的话 节奏会有所不同哦 对方很舒服 升到了城堡时代 穿运处甚至现在是稍微领先Hera 这边刚刚没有投资箭塔的关系 但中国有 所以现在中国3TC会比较难开一点点 好 这里毛病 一直秀 但是Hera这边的工兵直接被修烂 被修掉了一只 头十车也在砸 骑士桥上去点 但是Hera点骑士点不到 这里直接点毛病 哇靠 Hera投死车直接被中国的毛病给丢烂了 这个是超级散兵闪阵 这个毛病控的不错啊 这算是控到头破血流了 好 终点掉这只骑士 好 这里买一下石头 3TC开农 决定要开上面这个位置 有黄金 石头的话暂时再说 不拔石头 我就是出基本兵种 头十车 骑士 好 奴兵 很奴兵不出 待会有时候再把石头出来 转这个中国联弩 好 那目前3TC开农 这里的经济配置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碍的 都蛮OK的 下方这里也补了一个大学 待会弹道学也可以马上补下 结果Hera这边有大动作了 这边该不会是要来压城堡了 那压城堡成立的情况 一定是自己的军力 大于对手时候才会成功 Hera这边是不知道对手的状况如何 好 这边是选择了插箭塔 好 这边变成塔攻误线 这边是一发 这个距离太近了 这个要躲有点困 Hera再次一发就要全倒了 哎哟 结果这个投石车预判得很好 好 这里继续补防御箭塔 一路无声插进去 好 箭塔自动参集很舒服 但Hera是不是忘记自己的二级射还没有去点呢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手有点短 看下Hera会不会发现到 这个箭塔好像也短短的 好 那朝鲜的箭塔也是世纪帝国里面 这个射程最远的箭塔 但这边要点下银罐了 好 这里想要直接打破进去 这次又按了一台 好 二级射终于发现 快补一下 好 走进去 这里赶快补一下 连环塔 慢慢插进去 那连环塔就有一个撤退的塔 可以去防守 前面这根塔被打 后面的塔就可以反而住进弓箭手 去增加这个箭矢伤害 去支援第一根塔 这也是俗称的连环塔 好 中国这边就去转述工程器制造所 想用投石车去反制朝鲜的箭塔 那中国这边直接开始挖石头 那这里最好是要赶快补城堡 把城堡补在中间这个位置 直接去拿下三根塔 这边补这个位置会好一点 好 这里补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然后投石车 这里来找机会拍掉这些工兵 好 这边中国给点下弹道学 哇 这根插过来会有点爆炸 哦 投石车直接炸村民 但是第一时间 被防御箭塔给点掉了 好 下方投石车互换 可以 可以出来也是换掉了 好 有弹道学 罗马过来万岁冲锋 直接倒地 好 中国又补了一个新的城镇中心 中国防这边的防御箭塔 有点防守不足的感觉 一直被 插越来越多个箭塔 这里也是因为没有工兵驻手在边际的关系 好 这里有一只村民可能要死了 好 还换一些工兵手出来挡一下 好 这个工程器制造所 我们拆除成功 Hera家里稍微受到了一些小小骚扰 我这里的打法是 边退边打 Hera就是一直无情往内插 没想到用正常打法 或许转 这个 防御箭塔 还是有一定的威力 好 这里毛病 赶快点 直接 把对手的家里当香无再差 这么肆无忌惮的吗 好 城堡盖好 这辽转中国裂奴嘛 这边中国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中间的田全部被控住了 所以现在肉非常少 待会要升帝王时代了 还是需要多一点农田 待会可能田要一直往上洒 这边洒到三四十片田才行 好 Hera朝鲜 这边又继续补村民往中间走 想去插城堡 好 这里同时车 扛到 中国联弩四十五滴血 想要射掉这台同时车 但是后面一直有村民在修理 应该是修不掉 中国这里其实是可以转骑士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转骑士 可能是觉得有防御箭塔 骑士很容易被防御箭塔射掉 这种情况下来说 骑士是很好解投石车的 反正Hera也没有出生旅 现在一只生旅都没有看到 刚刚去战帽兵区对方家里放 也看到生物也没被减走 那么骑士应该会比较好解 哎呦 中国这时候突然点出了帝王时代 看来是有点想法 直接上帝巨头开拆 Hera这边是防御箭塔 继续插入 好拉了三只村民出来 拿起圈套开扁 左边的战毛兵 我们解光了 这个城堡 开始转马战车 那Hera现在的TC处是5TC开拢 无情开拢 直接用经济压死对手 然后转更多的城堡 法门圈塔 但中国这边是转出了一些冲车 待会解掉这些单位 应该是绰绰有余 这个中国联弩要不要拉一只去解掉对方一滴血奴兵呢 好,这里也会挖木头 挖金 这里也会开始搞事了 中国这里的农田依旧不够 整出了几只骑士 好,这里把这个洞口给堵起来 好,到了帝王时代 朝鲜的箭塔变成了大型箭塔 三级射,化学,都补下了 然后再点下了银罐技术 这个大型箭塔射程 就来到了顶峰了 那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是要继续按这个巨型投射机 城堡的产能 不能留给这个银罐了 好,中国这边是补下了马战 突然意识到 这个只用工兵单位打还是有点吃力啊 整个骑兵机东西还是好一点 右边这里找到黄金 想快来挖一下 上到这里看一下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正面的话 开始用骑士反击投射车 站投射车 一个回头开掉了充册 左边的部分 战毛兵还在努力挡马战车 马战车失到战毛兵的伤害 血量掉得很快啊 好,中国人也补下三级色化学 朝鲜这边是继续按巨型投射机 赶快拆除城堡 Hera的箭塔塔弓 感觉这把打得没有这么犀利啊 是一个稳扎稳打的一个参考方式 好,中国这里 继续开 冲着出来 想要顶 顶得到吗?有机会 OK 顶掉了 消防剑塔 中间赶快修 中国这里是103寸 对上142寸 村民差距 Hera已经来到了 大约领先 39寸左右 38寸左右 好,朝鲜再补下了 这个叫做 箭霞草 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大型箭塔 去增加用之力 变成8加70伤害 不能再多了 好,中国这里是补下了三级马凯 应该是要赶快继续补哦 二级马凯补完 三级马凯继续补 OK 待会直接转个骑士 或者是肉马 这个情况应该是转骑士会比较好 可能肉马有点太薄了 而且也没有大肉马 好,剩下了跟踪 分品种 尊敬技术 结果中国城堡先第一时间被打掉 朝鲜这边马班车 君头司机还在开菜 这个箭塔应该是有机会盖起来 朝鲜人补下了建筑靴 增加一下箭塔跟城堡的防御力跟血量 这个弹度越来越高了 中国的城堡这里是关键了 只剩下这里的城堡 可以去 产出更多的巨型头司机了 好,上方的尊敬技术 5号 直接被点掉 看起来 Hera这边是继续深追 然后转 大洛马 朝鲜是一个有大洛马的文明 他没有三级马铠 没有三级弓 也没有品种 但却是有大洛马 这个蛮奇怪的 结果中国这边是转出了清洗兵 这个黄金是想要存到 想要给它复利滚席吗 还是想要存到下一把 这个黄金 这个黄金不直接出奇事啊 这样防御力来说是非常薄弱的 很快就会被这个大行李塔给射掉了 好,但第一波冲锋 要收掉火炮也没问题 好,朝鲜等一下的淫灌技术 打行进塔 射程来到了13射程 这个射程是连工程工程师的火炮 都可以反击回去的 好,右边火炮 赶快去修 哎呀 直接被巨头给拆掉了 中国这边的打法是 一个巨头慢慢拆箭塔 然后转头石车 不,转这个骑士 但是他不是转骑士 他是转肉嘛 好,这边是想要把所有的黄金 留给巨头石机使用 好,那转身火炮来 这边阵地战慢慢推回去 再打个一炮就没了 哇,这边是直接打中间一次打两台 这有点打歪 再打个一炮 定 所以我这时候点下了冲车升级 难道是要转大冲车 但左边这里已经越来越被升插进来 大型箭塔已经打到村民了 那这时候对手打错了冲冲 恭喜黑洛拿下比赛胜利 哇,黑洛这一把朝鲜 加上万里长城 然后一直疯狂的插箭塔 给这时候更多的压力 顺利拿下来比赛胜利 那这种比赛我觉得蛮特别的 居然没有很早期去打塔工 事实证明 城堡时代打塔工 朝鲜还是依旧有威力的 但时间点该怎么打也是个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是由朝鲜拿到了54000 赢了大概5000左右的资源 军事方面来到2.19的KD值 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把这些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